我們希望大家都會是他們最堅強的後盾 希望這些上班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加油 謝謝 好 我想非常簡單講 這一次的案件 最優先最優先的工作是救人 我在第一時間到衛福部去開會了解整個醫療系統的狀況 我就聽到反應 在醫院跟醫師 護士方面 他們就在擔心說 像這樣一個重大的事件 醫院投入醫療原力 將來這一些的費用 將來怎麼報銷 他們在第一時間提出這個問題 我認為這個問題 在目前這個案例來講 不應該成為問題 不應該讓醫院 讓醫護人員 覺得說他們將來經費沒有辦法報銷 以至於他們新生有無或故技 在救人方面有任何下不了決心的結果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注意到說 光健保署長來講說 這個專案處理 好像大家信心不夠 部長講大家信心不夠 所以我覺得我行政院上要出來講 這個經費不是問題 救人必須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目前醫材還有病床都夠嗎 謝謝各位謝謝各位謝謝 謝謝各位謝謝